一致的十项2 第45节 我们处在一种恍惚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休息时间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 似乎才觉知到 我已经在无任何觉知的不断书写 或很少觉知记下来的资料 珍完全解离 她说她感知赛斯把它留住 直到她完成了上述所有资料 通常她知道第二次休息 不会达到完全解离 珍也经历了她熟悉的胖手 她知道休息后开始的一两分钟前 并没有觉知到这一点 她的手也很潮湿 并出现增厚 尤其是两个食指 我们谈到要进行一次安排 要在这个现象之前或之间 测量她手指的周长 看看是否有任何物理的扩张 不过不管珍怎么努力 她根本无法摘掉结婚戒指 她已经在上课前摘掉了其他戒指 这通常是宽松的 但现在她不得不用力 才把它带回到无名指 反之她必须把它弄湿 才能摘掉它 珍白天给医院打电话 尝试验证塞斯部我们提供的 卡拉罕小姐的信息 参见第44节课 她反而知道 卡拉罕小姐的亲戚 在一个星期左右以前 把她搬到了养老院 医院不知道是哪个养老院 对我来说 这意味着卡拉罕小姐的条件 更好了一些 但珍说 她感觉不然 在这里塞斯的资料没有扭曲 在比平时更长的休息后 恢复了听写 声音正常 10点38 催眠非常重要 只不过是成为了一种 从伪装的压抑中 释放意识人格的工具 那么它允许让知识抬升起来 一般情况下 有意识自己 主要包括在伪装的生存中 毕竟这是主要目的 催眠现在成为一种 很时尚的游戏 这让我比较担忧 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 从业标准 而且技术又相对容易把握 导致很多好奇的无业者 快速地把自己 包装成职业催眠师 去招揽 那也本来就有 严重心理问题的客户 这导致很多 双重扭曲的叠加 催眠师在催眠过程中的 一言一行 都富有深远的直接影响力 这不是好奇的游戏 很不专业的催眠 犹如蒙着眼开车上路 全靠运气 催眠流派分下列五个 独裁派 标准派 合作派 随意派 代言派 独裁派是意识灌输 洗脑改造 埋藏秘密指令 标准派是早期心理医疗的手段 即把医生认为对的认知 互动的灌输给患者 合作派是双方互动 商量着来 主要以联想启发为主 催眠者不强势干预改写 被催眠者的思想 随意派是现在市井中的主流 营造一种气氛 让被催眠者细满油浆的 在自我意识深处随意逛 到时间就收钱 不加任何正向或负向的意识干预 代言派是利用某些成熟的 知见窥探者 潜入被催眠者的意识中 探索其意识内的信息 犹如独心术 把被催眠者的所见所想 转述出来 这其实是独裁派催眠 与随意派的融合 被催眠者多数都没有 真的被催眠 只是一个安静的聆听者 而代言人把自己的感觉 信口说出 对被催眠者形成精神暗示 催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可以撬开意识的内在大门 被催眠者分为三大类 有意被催眠的人 平日里耳根子就软 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 自我逻辑与意识都很薄弱 不容易被催眠的人 逻辑性强 质疑性强 好奇心强 头脑始终高度在线 根本停不下来 自己的思绪和觉知 潜意识无法被直接连接 以前被成功催眠过的人 催眠师在成功催眠一个人后 会在退出前 悄悄地留下一句口令 然后命令患者在逻辑面 忘掉这口令的存在 今后只要听到这口令 就会直接秒禁催眠态 并完成所有催眠师要求的行为 这还引发出另一种 叫做严实催眠 即催眠师把一个指令 埋藏在催眠过程中 而指令可以预设很长的时间 比如明天早上六点 你会准时醒来 感觉非常口渴 必须喝一大杯自来水 才能解渴 然后上床睡觉 忘掉这件事发生过 这样的严实指令 必然会被执行 而被催眠者会毫无印象 自己执行过这样的指令 这导致不良催眠师 诱骗女性和自己发生关系 让男人把大量的钱财 无偿资助给自己 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 而且难以司法宣判 而指令的前夫妻 可以是几天或几年 甚至是很多年后 利用电话激活潜藏的催眠口令 直接进入被催眠态 完成对方预设的指令 很多传说修习黑魔法的人 被鬼引诱着自杀 就是被催眠后的结果 我不是在这里吓唬 我可爱的好奇宝宝们 只是告诉大家 当今职业内的乱象 其实我们提供了 很多很好的方法 在已知的十项一中 大家完全可以通过 循序渐进的自我练习 通过自我催眠 来达成很多必要的意识突破 然而 当它能够释放 让它对伪装宇宙 全神关注的时候 它就可以接受并觉知到 由内在感官 所接受到的资讯 这样的资讯 不必一定要保留 在潜意识阶层 有意识人格 可以被训练地 接收 解释和保存这些知识 否则这些知识 就会在你们伪装宇宙 相对地失去了价值 自我催眠的过程中 最好让自己的逻辑脑 放弃其辨识心和逻辑性 给自己准备一个录音设备 然后让自己进入一种 信满油浆的 类似于醉酒后的恍惚状态 那不代表你失去了 对自我的全然觉知 只是你把信赖 从头脑资料 转移关注点到内在资料 你说出来的东西 可能很荒谬 也无法证实 不要尝试着去梳理 与验证这些东西 那些会让你在初期 因自我质疑而退缩 角色我 头脑逻辑会借机嘲讽你 拿回意识的主导权 这样胡言乱语 胡说八道一段时间后 你会发现 自己慢慢地找到了一种感觉 一种模式 一种进出潜意识的方法 之后慢慢地 无意识中的宝贵资料 你就可以有效地提取了 之前我们说过 无意识资料也是分层的 你能进入无意识状态越深沉 获取到的资料越宝贵 也越普世 不过要非常注意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不要让电话 门铃 孩子 家人 外卖等意外打断自己 那后果有时会很严重 造成失魂 而且一般医生 对此毫无办法 轻者几天几个月 都魂不守舍 重的会疯掉 甚至直接成为植物人 在深层出身时 载聚我可以持续几周 没有任何生命体征 与死人毫无差距 但他却是没死 深度出身者 很难说自己进入的意识维度 与我们这个维度的时间比是怎样的 可能你在那边过了一辈子 这边只是五分钟 可能那边你只是看了半本书 回来这边已经过了几个月 身体载具都被家属给火化完了 催眠 那么是一款使意识人格迫使他本身 放弃集中的关注于外在伪装 并使其将注意力反而集中于 内在自己的工具 这里的主要规则 仅仅是关注点的变化 你们的科学家可以通过 我一开始概括的方法 取得解释并保留基本的宇宙知识 然后再彻底设计 催眠从一开始就是比药物更安全的方法 但是如果有一个探索内在宇宙的内在意愿的话 催眠本身就不是必要的 主要的障碍是自我的 要被征服的恐惧 他害怕的征服 甚至就像想象中的死亡一样 如果能够使自我明白 内在觉知 内在探索和内在研究 实际上是将扩张其本身的觉知范围的话 这样将不会有什么困难 催眠是一种术 是一种助力 它虽然很好用 但并非是绝对必须的自我意识成长路径 它更像是给残疾人的轮椅 一个自我意识健全的人 完全可以凭借自我的能力 展开自我内在心灵的探索 不过在开启这一探索前 必须要达成两个必要的准备工作 因为一旦你进入内在意识 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各种 自我内在质疑与恐惧化生出来的像 那些像是如此的真实 那些都是你本生与累世 遗留在人格里的卡顿点 你必须要面对它们 清理它们 才能走得更深远 而这些都是你原先 无法与不能面对和解决的困境 有些记忆甚至涉及到 你各种死亡的经历 这时 如何理解死亡 如何面对恐惧 如何应对自我质疑 如何从各种宗教的 人文的 神话故事 神话人物造型中脱离出来 就成为了你首先要面对的功课 如何理解死亡 可以参考示意的归途 如何面对恐惧 培养自己的金刚心 需要学习三正道 再次的 我们重申这段话 灵魂永生 一般说来 如果你对物质实相相当的满意 在研究这些内在环境上 就处于较好的处境 如果你在生活中处处看到邪恶 它甚至超过了善良 那么你还没准备好 去踏入更广阔的领域探险 如果你心情沮丧 你就不该开始这些探索 因为在此时 不论你是醒是睡 你自己的心灵状态 都容易感受使人不快的经验 如果你认知 善与恶的观念是激烈对立的 无法转环的 那么你还没有具备在其他次元中 从事任何有意识的操纵 所必须的了解 换言之 在精神上 心理上 心灵上 你应尽可能地有弹性 对新的概念 创造开放 而不过分依赖某一理法 与是非 或教义中的对错 你本是相当能干 与富有同情心的 同时在你当下的物质实相里 有能力应对好外在的压力 足以妥当地处理好 你现在的生活 你确实需要付出权力 因为这过程 必须积极主动地去探索 而非消极地退缩 懦弱的撤退 是无法化解 与避免你必将面对的功课的 当你开始有意识地 探索这些死后的情况时 你的经验 与对灵魂的认知程度 会得以扩展 此时我想多少更透彻地 描写一下这些情况 在实质生活中 你其实是看到 你所想看到的东西 有可用的实相范围 你感知某些资讯 实相并非按照 你对实相的预期来展现 但你决定自己如何诠释 见闻到的资讯 从而拼凑出 用来构建你自己 世界认知的要素 你精心选择 自己关注哪些资料 而更多的 却被刻意忽视 那些被你意识焦点 偏重关注 并转移后的资料 成为你感知世界的全部素材 构成了你的世界 如果你相信人性本恶 你就不会体验到善良 你对它完全关闭 你只关注 他们所表现出来 最坏的一面 当你认为 其他人不喜欢你时 你会心电感应式的 使这事必然发生 而你也将把你的不喜欢 投射到他们身上 形成循环 换言之 你的经验 跟随着你的期望走 在死后与梦中经验 以及任何出体的遭遇中 这个原则也适用 如果你执迷于恶的概念 那你就会碰上恶的情况 如果你相信魔鬼 那你就会生成它 然后让自己遭遇 如我先前提到的 当意识不是针对着肉体时 它有更强大的自由度 与创造性 重点是 思想和情绪无需经过时间流 就可建构出实相 及实显现 因此如果你惧怕 遇上一个恶魔或灾害 你恐惧的程度 会转化成它显化的力度 你用来担忧的能量 成为支付其显化的动力 你遭遇自己创造出的 信念形象 却不知 它乃是你自己的创造物 因此 如果你发现自己 正以这种方式 专注于恐惧体验肉体生活的邪恶时 那么你还没准备好 去做维度的探索 当然也有可能 在某种情况下 碰上属于其他人的信念画像 但若你本来就不相信恶魔的恶 你会认出这现象的本质 而不受其害 它无论如何 都无法对你形成任何形式上的 冲击与损害 如果那恶魔是你自己的 信念赋予形象 化身而出 那么事实上 接着问自己 它代表着什么 自己在把什么问题 剧化成这个心魔 在琢磨它的过程里 你可以从中学到些东西 你在弥留或死后 也可能幻觉到同类的东西 把它用为一个象征 而经历某种天人之战 当然如果你有更多的了解 那是不必要形成这经历的 你将到你自己尚未了解的层面上 去解决自己未解的概念 难题或两难之举 引述完